我去房去了 完了完了 神经病 什么完了完了 你个死老兔子 你怎么不交代的 拿身份证啊 你点心眼也不整 你就这点出息啊 你活得累不累你 我为了女儿 我累死我也愿意 这边是三十两厅两位 然后这边是大一点的户型 是四十两厅两位的 您觉得呢 挺好的 甲冬 妈 我跟你说 我觉得咱们还是买一层的好 将来有个孙子 我领他出去逛逛 这不也方便吗 妈 这八字还没一撇呢 一天到晚孙子孙子的 怎么八字没一撇 妈这不给你买房子了吗 买了 那八字就有一撇 这一十两份 对 一十两份 妈 你看差不多就签了吧 这买房子是人生大事 我得仔细看看 免得日后留下什么隐患 碧燃 你也看一看 你们年轻人哪 更懂得法律 没事 阿姨 您觉得行就行 这高一点吧 高一点 好 好 往 往左点 往左点 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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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会儿 关心 低点 低点 好 差不多就会了 二娘 二娘 你过来看看 这哪个都是什么价格呀 纯毛的二百八十八 真思的一百五了 普通的九十八 这还有更便宜的 停停停 你去库房那边再看一下 阿龙 我记得二楼好像还有一箱 你去找一下好吗 我看行 那就签吧 阿姨 咱们合同上 户主的名字写谁呢 写我的名字 妈 这名字 好了 别说了 就写我的名字 免得日后有什么毛病 到时候也好说呀 然然 那就写我妈的名字吧 然然 阿姨 你这孩子 买房子不拿身费证怎么行 那 给你拿来了 来来来 坐 不用了 用我的就行了 那 那不行 这两个人的房子 怎么能用你的名字呢 房子写谁的名字都没关系 反正都是他们两个住 你说的啊 既然都一样 那就写我们然然的名字 你看啊 这彩礼钱我都免收了 这房子 理所当然得有我们然然一份 对吧 青年母啊 你这回做生意 这小心眼都算到这里了 反正啊 我不管那么多 这房子要是不写然然的名字 这婚就不接了 不接就不接 有什么了不起 阿姨 妈 你们都冷静冷静 加冬 我就跟你说了 这天上没有掉馅饼的事 妈 你就少说两句 妈 你说你这干什么呢 行行行 我们不争了 既然这房子是给孩子买的 那就由孩子们做决定 他们说什么 我肯定不参与 这种事 加冬 你给我听清楚 该说的我都说了 你得往长远来考虑 必然 那 你看写谁的呢 我随便 写谁都行 你说谁 都说不掺和了 这话是怎么说的 傻 可活宝 人家为什么不把你的名写上啊 这根本没把你当回事 你那个婆婆 心眼太多了 你现在不争 以后有你气瘦的 妈 你能不能不说了 她要愿意写她自己的名 让她写去呗 我才不像你胡得那么累呢 为个产权争个高低 人要是没有能力赚钱 就是把全部家产都给她 也没有用嘛 妈 这是为你好 为我好 为我好你就什么都别说了 还有心思玩那破碗呀 你们聊你们的 我就是玩会呗 大智慧呀 我跟你说 你妈我就是大智慧 把你那老丈母娘脸啊 都给气绿喽 妈 你是不是有点过分啊 我跟然然马上就要结婚了 您来这么一出 这让然然 以后怎么看我呀 过分 毕然她妈过分还是我过分 我跟你说毕家呀 那就是胡搅蛮缠 你也不想想 人家毕然她妈 把她养这么大容易吗 就什么都不要就嫁到我们家 要是你 你愿意吗 你怎么老向着你 老丈人家说话呀 你也不问问 没准是他们串通好了的呢 毕然她不是这种人 反正我觉得吧 这房子的名字 写谁的都一样 这房子是我们买的 凭什么写毕然的名字 这婆婆够阴险的 老奸巨华 你就别生气了 好像根据法律规定 双方结了婚以后 财产就归双方左右 亏你还天天看新闻联播呢 那新婚言法早就出台了 登记人写一个人的名字 那房屋产权 就属于她个人婚前财产 是她一个人所有 跟别人没关系 我说你们几个 怎么那么财迷呀 这么着急就算账啊 咱们二娘啊 是只要精神食粮 不要肉体粮食的人 你说是不是啊 二娘不是我挑事啊 亚龙说了 你只认钱不是人 你们烦不烦呢 你没看见我正忙吗 我觉得这回倩倩啊 还真不是挑事 咱赚钱了 你看 我看看 我看看 挣多少 这能告诉你吗 我跟你们说啊 咱们的围巾呢 就剩下墙上那两条了 其余的都卖完了 另外还有很多订货的 真的吗 那我们百搭 日子要好起来了 日子要好起来了 太好了 太好了 行 二娘 今天晚上聚会 行啊 A质啊 A质啊 财 财 财 小戏鬼 我财迷 你们就不财迷啊 你不财迷 你们全家都财迷 财迷 真热闹啊 是啊 我们在庆祝百大的围巾 趴大获成功 我们真开心呢 真的呀 那得好好庆祝一下啊 好啊 好啊 你请客 没问题 我请客 你们选地方 不用你请 我们A质 找我什么事啊 我今天有点空 我想我们俩一块儿去看看家具吧 我不看了 你觉得什么好 就买什么吧 我没有什么意见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好像话里有话嘛 家动 你实话告诉我 对于我们的未来 你有没有做最坏的打算 你胡说什么呢 什么最坏的打算啊 我们俩就只有白头偕老 你别瞎想行不行 我没有瞎想 我说的是实话 本来我对于房产归属上 没有任何意见 但是你让你妈签字了 我就不得不怀疑 我们的未来 是否一切都会安好 如果你对于我们的未来 存在保守思想的话 我觉得结婚的事情 还是放一放再说吧 没有 必然 我没有什么保守思想 我这都是为了我妈着想 我不想我们结婚的时候 我妈她不开心 希望你说的是真话 首先我在这里感谢各位领导 能够在百忙当中 来参加我的永恒之塔的项目推介会 永恒之塔 我的设计理念呢 是把建筑底部的受力面积 尽量增大 从而减少对各个赶建的压力 因为我的这个设计 它的主要杆建是倾斜的 所以会产生一个缓冲 比传统的垂直建筑更加坚固 陈总 根据您之前提供的情况 我们公司专门为您的企业 推出了企业定制险 嗯 在工作中的意外事故 不仅会给您的员工带来不幸 也会使您的企业承受损失 所以我们认为您的企业 不仅要给员工购买退休养老保险以外 还应该给他们定制一个 意外身亡和伤产保障的计划 来 您看一下 不错 挺适合我们 像我们这样的跨国企业 在将来发展的道路上 肯定会与贵公司加强合作 那太好了 我们也非常期待 能和您这样的大企业长期合作 贾总哥 你干吗呢 一惊一乍的 我干吗 你干吗呢 我要去告状 说你上班的时间玩电脑游戏 谁玩游戏了 我这工作呢 我的眼睛可是雪亮雪亮的 你告诉我 你到底在看什么东东 威胁我呀 行 那我告诉你吧 我在为我的婚礼定制婚纱呢 看看哪件比较好 安雪 你干吗呢 我让你帮我看看呢 哪件合适 你们自己看吧 她穿什么都好看 请问你这里做私人定制吗 哇塞 赵亚文 在哪儿挖到宝藏了 你才挖宝藏呢 我是靠我的实力和苦力赚来的 怎么样 好看吗 好看 穿那么大的牌子的衣服 能不好看吗 厉害呀 看一眼就知道是大牌了 你也太小看我了吧 我好歹也是个设计师 我连这看不出来 我还做什么呀 老实交代 怎么回事 我呀是 守得云开见月明 最近运气特别好 简直就是如鱼得水 认识了好几个大老板 也就是上去了 让我说 你也别开这个百搭了 搭来搭去 把自己都搭进去了 跟我一起买保险吧 特别赚钱 而且最关键的是 我现在每天接触的人 层次都不一样了 全是大老板 特别长见识 得了吧 你要我每天陪客户 吃饭喝酒 还苦口婆心地 给他们洗脑 推销业务 我做不来 我还是好好设计 我的百搭人生啊 顽固分子 那要不 我给你介绍几个大客户 让你也赚点 不够可说好了 有提成的 你可真行 掉钱罐子里了吧 朋友钱你都黑 晚上 咱们四个一块吃饭吧 好啊 给安东打个电话吧 他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老是不接电话了 这不打过来了吗 这是个客户 呗 余总 那好 晚上见 真行 刚约好的 话都没落地 你就变卦了 没办法 谁让客户是人民币 总得为人民币服务吧 你行 这不过来